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馬祖師伯 大家好 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是說 那馬祖那本分那個大媽、二媽、三媽、四媽、五媽、六媽 為什麼有這個風法 那我針對這個問題來回答大家 一而拜馬祖的經驗 還有不斷的去探索 去請教一些長輩 那後來歸納的一個結果 應該是這樣比較有邏輯合理 那因為我們台灣的馬祖廟 在找人的、找情的 都是從梅州、張州、泉州那邊迎過來了 那過黑水郭來台灣住下來 來供奉他 那這個廟開始就已經進鄉 回梅州進鄉、回大陸進鄉 又會再請個馬祖的神尊過來 所以這個廟陸陸續續就請了幾尊神尊過來 然後就慢慢很多的神 那在這個廟裡面的活動當中 那在這個廟裡面的活動當中 信徒要什麼 要立書 要新房子 要立書 那或是說要娶媳婦 那家裡有慶典的時候 都會請這個廟裡面的馬祖的神像 回去做客、做證 那為了管理這些廟 為了管理這些神尊 就依照來的順勢 大罵、禮罵、三罵、四罵 就來稱呼這些各個的神尊、神像 那因為廟裡面的管理 包括要落境 像最典型的 在北港草天宮 它有落境 那落境的時候 就需要出資來分工 就分成的 佐馬匪 在北港草天宮 我們對大媽的稱呼叫佐馬 叫主媽 佐馬匪 那李媽匪、三媽匪、四媽匪、五媽匪 那叫媽匪 就這樣成立了 那為什麼用六呢 這可能是有這個含義 因為馬祖的姊妹總共有六個 可是並不是意味著說 這個人罵、五媽、四媽、四媽 還是馬祖的姊妹 不是 他是馬祖 他真是馬祖 他只依照來的順勢 一個稱呼 這樣一個邏輯來解釋 大家都應該懂 所以說 老三媽 那個吉班會 或是神會 大家組成一個人儀會 那還有更新的 當然對舊的 我們就會叫老三媽 就這樣稱呼 那我想簡單的對這個做一個介紹 大家這個為什麼要分這個 那神也會人格化 他到了世間 那這個廟宇裡面呢 既然有六媽、五媽、四媽、三媽 他就有分工 每一個神的神尊裡面的靈 是不一樣 各有所專長 有的人對經濟很專業 有的人對什麼 照顧小孩子的 教養小孩子很專業 有的人對讀書、考試很專業 有的人對打架、武士 像關聖地、金納石、武將很專業 很自然自然 他在分工 所以每個廟裡面的 人罵、五媽、四媽 後來他們管的東西 負責的東西 有不同 那我們呢 我在拜 我們YDM 就會把六個媽 各有專長的 我們都分得非常清楚 然後我們去靜香 會去拜六個廟 六個廟 廟裡面去領兵 領這些專長的兵 那我曾經問馬祖 這樣的講法對不對 馬祖說對 寶貝她說我是對的 然後呢 叫我轉告所有的信徒 YDM的同修 在拜馬祖的時候 不要去強調 這個廟是擠媽、擠媽、擠媽 不要去強調 你拜拜的時候說 馬祖、伯、馬祖 那六個媽都會照顧你 六個專長 包括呢 年紀方面公關 做生意的 投資經濟的 還有什麼 讀書 學問的 還有什麼 到國外去做大事業 要跟人家拼殺的 然後家庭 感情的 這些通通都會保護你 所以我們拜馬祖的時候 不要扣一分擠媽擠媽 那你到大廟去 你就會發現 他們六個媽幾乎都有 不然就少掉幾個媽 那那個只是在早期 他們來迎來 他們的其尊 他們用婚北而已 所以 我們信徒 在拜馬祖的時候 不要婚北行 都是說 我們是馬祖的信徒 以上 謝謝大家 感恩大家 馬祖說 見 馬祖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